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盡大浪 讓你自取微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2 大家好 歡迎收看美股Easy Trade節目 Tesla終於起步 另外還有股票升 整體來說 我也想跟大家說 美股有暗用 美股不是全面樂觀 雖然指數中一個頂位 但是你說遲些會不會突然出現下跌 有這樣的可能 這一刻我自己做的倉位就是 我會持有多少錢 仍是看好的 但是是一個小註碼看好的 如果大家見到的意思就是 仍是望遠遠的市場 仍是升的 那就繼續看好 但是是有戒心地看好的 如果你說用最老套最老套的說法 審慎樂觀 但是你要記得有兩個字叫審慎 我不會睡身買股票住了 如果接下來的情況是什麼呢 有一些漂亮的股票 強勢的股票 會陸續升上去 你看到那些錢真的湧進去美股 當然可以再次看好 但是也有些擔心 就是會不會美股越做越淡呢 這件事情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看看Tesla Tesla 終於入到S&P500指數了 你看這兩天很多評論 很多Cover 大家去講Tesla 其實是好事來的 為什麼呢 你多人說 才容易吸引到資金流入去 如果你是不講Tesla Tesla你看看股價 從8月中到現在沒有升過 這幾個月都沒有升過 完全不升 在那裡很悶很悶很悶 申報Tesla是好倉的 Tesla 好了 這兩天 正在升上去 你要有 那隻股票繼續升的時候 你就要有Cover 即是有Coverage 還有有人說你才會有東西升 那你見到Tesla 股價其實起碼都有些起色 然後本身 其實一路一路 市場不升的話 股價不升的話 累積股壓 有一個好消息 彈了上去 消除了某些股壓 去到頂位 股壓會開始減弱 最後股壓大概500元 500元至510元的位 如果都突破了 就萬利長空了 到時大戶其實是想繼續夾它上去 配合好消息 Tesla是有條件再升多一陣 而當你看回Tesla 過往的走勢 它都說很流行的 就是橫行一段 一夾就去 即是有時候 橫行了一段時間 一夾慢慢升上 之前都是 橫行了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不是很升 一過了一夾就上去 Tesla很喜歡樓梯級 橫行橫行 突然爆上去 你都可以駁一下 Tesla會不會有機會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是的時候 你說真的駁完之後 當然 指示位比較遠 396元 但都值得駁一下 你自己就著轉馬 如果不想這麼 叫做這麼挫 Tesla一定會挫的 沒辦法 這隻股票的質地本身挫 你又看好Tesla 又想穩陣一些 當然看看大家需要些什麼 如果你想要短期的波幅爆上去 短期就有很多錢 你都要買正股 是的 資質位是會闊一些 是會軟一些 風險也會高一些 但如果你想要爆炸力 你就買正股 如果你想 我想穩穩陣坐上去 叫做不要那麼坐 會容易些坐 你可以買ETF 例如就是這隻ETF ARKK 很漂亮的ETF 如果你看到 這隻ETF有什麼特別 為什麼拉和Tesla一起說呢 Tesla是這隻ETF的最大成分股 它成分裡面有一成的比重 就是Tesla的股票 所以Tesla升到對它有幫助 Tesla升得很快又破頂了 而你再看它股價走上 Tesla比價是否平穩很多 平穩上平穩上平穩上 如果你想容易些賺到夠錢 當然可能當升幅 如果Tesla夾上去 這隻ETF有幫助 但是升幅不會跟得上Tesla 但如果你覺得都OK 你看看 由3月底位到現在3月底位多少錢 34元 現在都過百元 其實你說ETF慢一點也好 其實回報絕對不失禮 如果你覺得這個回報都OK 其實你買它就可以 OK 兩個選擇 但是為什麼我說 美股有些叫做暗勇呢 首先就是近來叫強勢股票 不是真的美股 美股是一個市場 美股是一個很漂亮的市場 很大的市場 全世界最大最成熟的市場 但是不代表你玩美股 一定要買美國股票 很多時候一評論 我覺得 都要大家深思一下就是什麼呢 經常說美國經濟差 美股會跌 其實你美股這個市場 你玩全世界股票就行 你玩港股也行 不是中國股票也行 然後你買台灣台積電也行 你買日本的Sony都行 但是台電其實OK 升上去 你看到好像陰燭有些沽壓 其實但是你只要衝破多一下 隨時就夾上陽燭 台積電 如果有一些朋友可以拿著 你繼續看著 86.7是紫屑位 如果不穿紫屑位 繼續拿著 另外Sony也漂亮 Sony也漂亮 Sony在這幾天的頂上會掉頭 如果真的掉頭85.28 穿了就走了 但是有機會就是 它繼續調頭上去夾上去 一夾上去就漂亮 Sony也可以留意 其實這些位置是想搏的 很短的紫屑位都可以搏 但是你看到頂位那些 譬如Sony日本股票 TSM台積電台灣股票 譬如去美國本土的企業 蘋果這樣說 蘋果真的不差 叫做長遠的業績 長遠的盈利前景不差 你看到iPhone12買得很厲害 你看到那些有出過新MacBook 有人買的 你如果一走到蘋果那些 蘋果那些店 你看到真的有人買 買一些MacBook出來的 但是就是 你的銷售做得OK的 它股價一直不上不上 不上不是因為 因為它的業績前景是不行的 而是現在整個美國的股市 對於大型的科技股 是真的沒有錢進去 這兩天做功課 看一些ETF ETF是最好拿來看 不同行業走勢的一個途徑 你看到的是什麼呢 現在升得最漂亮的ETF 很多都是說Clean Energy 都是那些叫潔淨能源 可持續再生的能源 如果你升一些能源股 不是說不行 但是如果你看到整個市場 最厲害最厲害 就是這些能源股的時候 其餘的走勢都不漂亮 科技股不漂亮 雲端的股票不漂亮 網購股也差一點 這些本身是 接下來對於美國經濟最重要的股票 反而不升 然後升一些可能 都重要的新能源 但是其實你升得很 只是很細很集中 是一兩個板塊 一兩個行業升的 其他不升的 其實美股不是那麼好 再給大家看到一點點東西就是什麼呢 好了 2、3月之前 那個跌市 我畫一條線在這裡 這條線就是 市跌之前 在今年大概2月下旬的時候 市開始跌 就是這條線開始跌 但是當我給大家看當時蘋果的走勢 蘋果的走勢有什麼好看呢 蘋果的走勢原來在跌之前 大概一個多兩個月已經沒有升過 蘋果你看到嗎 一直是升得很漂亮 很理想 很開心 很厲害的股票 而且蘋果的走勢 某程度上你會看到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信號 就是蘋果是整個市場 其中一隻最大焦點股 但是當你一邊升一邊升一邊升 於升到大概1月2月開始橫行 開始走勢打平 然後大概一個月過多月左右 你會看到原來市場上最強勢的股票 或者最有代表性的股票 開始由升得很好的走勢 變成再不升了 橫行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有少少的信號 有少少的跡象告訴我們 股市未必真的那麼樂觀 即是如果你想想 整個市場最強勢的股票 其實一直升開它應該繼續升 如果市場真的那麼強的話 蘋果應該繼續升 蘋果業績很差嗎? 又不是 蘋果有很大的前景的顧慮嗎? 又不是 但是股價是自從8月多已經沒有再升 Tesla 也是最近升 因為有消息回到上去 Tesla 也是一隻 之前大家看的很好的股票 但又不是很升 告訴大家 美國的股市不是真的那麼強 反而最近升開的那些股票 就是那些之前弱勢開的那些股票 甚至是真的沒有盈利前景的股票 炒起 但是炒起大家有一個 大家要有一個概念就是什麼呢 有時那些弱勢股炒起 未必一定代表那些股票好 可能是大戶想炒高來散貨的跡象 好了 我們要留意著一件事 如果接下來繼續的強勢股 都是升得不漂亮 弱勢股炒完上去之後 照理 炒完上去之後 一橫行一回落 其實你看到强勢股又回落 美股的走勢有幾個危險 好了 這一刻我自己會覺得 不要買得太盡 不是說完全沒有風險 可能風險都幾大 大家要小心一點 但是你說暫時的股票還看好 Texa上去可以買嗎 OK的 如果避開了 譬如美國本土股票 譬如台積電OK的 譬如Sony那些OK的 但是你說美國本土股票有沒有一些都好 有的不是太多 譬如大股之中 Google算是做得不錯 但當然Google暫時 個人禮拜你見到都是橫行橫行 有力上就有個指涉環博 如果你說真的很想玩Google 這樣可不可以入有沒有指涉環 看看Google指涉環其實是軟的 暫時都不願意買 下來再嘗試買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想投資穩陣些 暫時LKK都是比較 叫大家容易掌握的選擇 9月8日看著指涉環博 不跌穿下去渣 今天分享到這裡 逢星期二四到我們 美股Easy Trade節目到時再見